经常有人问,几十块的衬衫和几千块的衬衫,有什么区别? 衣服穿上身,主要还是看个人,今天特发这篇文章普及不同价格的区别。 首先要说的是,几十块无论如何,也是买不到好衬衫的,毕竟成本限制在那里,现在人穿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几千元的衬衫已经远远超过一件普通衬衫所能提供的,是一种奢侈品,提供了许多附加价值,具体两者区别有以下三点。 一,材质用料普通几十元的衬衫,在用料上以棉毛为主,只要不出现褪色、缩水等质量问题,估计已经是万幸了。 然而几千元的衬衫用料就格外讲究,像背幕扣,还打棉等高当用料,就会在这类衬衫上出现,这样用料的反应就是,在视觉和触觉上给人高贵的感觉。 总而言之,就是当朋友无意触碰到你,说不定会说上一句啊,你的衬衫料子好好哦。 二,版型剪裁几十块的衬衫,大多数都是在网上购买,卖回来能穿着合适,感觉就不错了。 而几千元的衬衫在剪裁上往往还提供特别定制服务,比如量体裁衣,由于额外享有这些服务,让你在版型上贴合自己的身材,不会出现大衣小穿,或者紧身衣的情况。 三,品牌价值在品牌上,几千元的衬衫往往也是世界之名品牌,给人额外的附加价值,另外在一些服务,上都能给顾客最大帮助。 PS,有时候一个不经意logo就装便无限,哈哈,开个玩笑,其实呢,又有几个人能真正舍得购买几千元的衬衫吗? 要想买到价格合适又很mars的衬衫,可能还是需要各位看惯,在大街小巷仔细挑选。